上汇火就汇火 汇火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本期汇火营业厅的营业生 Into and Patrick 尹河宇 营业 我是认真的 那我们先做一个随身的包包的地方好不好 看看你包里会有什么东西 我今天拿了世界的包 是因为我要放很多的东西 因为去机场对吧 所以需要放很多东西 然后这里面有这两个是 第一是我的iPad 然后第二是我汉语水平考试的那个数 对因为最近要考试 然后我尽量再学读汉词有一点难 然后写的话就写在我的iPad 对因为写错就很容易delete 然后还有我的墨镜 因为上海有很多台 还有我的 因为我找到了电池 所以现在可以用了 然后 还有这个是我放我 就是项链 我胸针 我戒指 是一直跟我在一起 因为我很喜欢用它们 然后可以 就是可以用它搭配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 然后最后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特别的东西 就是 是这个 它是一个一个gift card对吧 就是你们可以用它 来彼此特在店里买东西 对然后如果想 我就可以看这个gift card也很好 对 就是这样 没有了 没有东西 你是不是比较喜欢黑色 其实是因为黑色是很简单 然后它可以搭配很多 那你在日常工作中 然后还有在你的私服的穿搭中 最喜欢的时尚单品是什么 对你的街拍也常常被粉丝 会发到微博上 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看 嗯 我很喜欢那种很简单的一服 比如说可能穿一个黑色的衬衫 穿一个黑色的裤子 然后摆着鞋子 然后加一点 一个外套 那个外套有小的细节对吧 然后就是可以加 那种胸针还是项链 要很 很少 很 简单 但是很经典 然后 很好看 如果在墨镜项链跟戒指中间 你一定要选择一样单品 会选哪个 一个吗 太难了 一个 那我选 选项链吧 因为 墨镜有时候可以戴 有时候不用戴 对 就是项链 对 我觉得项链最有意思的 你最近在录那个超新运动会嘛 然后那个赛车的造型 大家都说很好看 有没有想过 尝试一些其他不一样的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想过 你现在还没有想过 有种草到或者买到什么好物吗 有有有 其实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找到 最完美的裤子 牛仔裤 我之前真的没有找到什么 一个牛仔裤 它的腰围是完美 它的长度是完美的 没有找到 然后我那天去比斯特对吧 然后就是找到一个裤子 我就是说必须要买它 因为它太完美了 就是找很难找到 我真的很难找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拍的时候 我们的衣服都是我很喜欢的风格 因为我们拍之前 比斯特就是跟我说 啊 我们是这个衣服吧 你喜欢吗 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我们就是先一起聊一聊 我们要表达什么 对 那我们聊一下 跟你个人相关的问题 好啊 就是从成团到现在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 实话是说 我在泰国的时候 还是德国的时候 我就是很喜欢出去 然后去买东西啊 去看外面啊 但是最近 不太有机会去外面 因为我每天在练习啊 每天在工作 所以 大部分是在网上 网上点的东西 但是 我今天来了 比斯特就是很开心 因为他就是可以看到很多衣服 还有很好看的风景 那从团以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嗯 最大的感受 可能是那个裤子 开玩笑 我想一下 最大的感受 应该是 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 因为我们练习对一个舞台 我们练得很很久 然后我们所有人 所有人就是很认真练 如果一个舞台是结束的话 就很 relief的感受 是很开心的 你现在的中文演练得也好吗 如果让你给自己的中文 一到十几打一个几一 会给自己打多少几 最好呢 就请大家 评论 要给我几个几个分 我其实觉得如果我的标准的话 从十分我可能给我自己三分吧 因为我还需要学更多的汉字 汉字我也就是只有可以读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读更多 学更多 然后中文我觉得是一个一个部分 你可以一直在学更多更多的 所以很难到那个十分 对 但是没关系 要继续努力 最近你觉得到一个网络的热词 或者知道的一个热梗是什么 好啊 谢谢 然后你在中国现在生活这么久 除了之前有说过很喜欢是红烧肉 还有什么喜欢的食物 月饼 因为我们快要到那个中秋节 对吧 所以最近有吃很多的月饼 对 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味道 其实我喜欢那种很经典的味道 我觉得很很好吃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味道 就可以跟朋友一起 你试这个吧 你试这个吧 可以随便试一下 对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一个就是下半年 想要完成的一个小目标 你会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打一个伴吗 嗯 啊 你很语达吧 没有就是 有没有特别一点 特别一点 可以 我想一下 这种东西 还有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